7月18日有媒体拍摄到杨幂受伤后首次现身的照片 当天杨幂现身国内某机场身后助理跟随 这也是他受伤后首次公开露面被记者拍到 而他的伤情也随之曝光 本身很担心的粉丝们看到伤情也是 不禁地担忧起来更是引来无数网友的关注 从流出的照片看 大秘密当天现身装扮一如既往的时尚亮眼 他戴着浅色棒球帽、黑钞以及黑色口罩 将脸蛋遮挡得严严实实 大秘密身穿白色陆旗款式高腰背心 格纹衬衫外套 搭配白色运动短裤、脚踩棕色鞋子 整体look又美又撒 蚂蚁腰、马甲线好身材惹眼十足 一双笔直修长的美腿同样是吸睛满分 不得不说 即便还带着伤 但大秘密这状态是真的没得说 火辣身段太养眼了 从图片可以看出 大秘密一边往前走一边转头看向身后 而从这个角度能够清晰看到 他的眼角伤口处还贴着白色纱布 看来伤口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 希望他能够快快恢复 看到大秘密的这组照片后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他现在太瘦了 薄腿好戏啊 太细了衣服和短裤都松松垮垮的 好瘦啊蜜 也有写道 理眼睛好近谢谢关系哦 希望接下来一切顺利 在大秘密受伤消息曝光后 网上还曾传出他因伤情过重 会退出电视剧狐妖小红娘 幸好制片人在第一时间发生辟谣 之后又有网友爆料称 该剧会先拍男主的个人戏份 大秘密殷伤可能会晚些禁组 最后 希望大秘密能够早日恢复 满血回归继续给大家 带来快乐